第一次打中華藍隊拒絕的感覺 有什麼更強的必要感受? 之前參賽都是代表白隊 這次很榮幸能夠代表藍隊出賽 只是希望自己能用在 因為三年也沒有打過瓊石碑 能用這三年所經歷的 所學習來的一些新的技巧跟能力 來幫助中華藍隊贏球 跟過往在白隊的心情上 你覺得會有不同嗎? 其實我倒覺得還好 只要能夠有批上中華隊這件球衣 就是全力以符合去幫球隊贏球 不管在哪一隊 你自己覺得當很多球員會以你為榜樣嗎? 其實當榜樣來說我還不太敢 其實我自己也把 像我自己在白隊的時候 也是把英軍學長當成榜樣 那希望未來有機會 能夠成為像他一樣的角色 在球場上非常成熟的一個引導者 大家都說你很自律 就是你可以講到 尤其到比賽隊之後 什麼情況 這樣是職業的職業球員 我覺得如果當上職業球員 自律應該是應該做的一部分 這應該是不需要去特別 可能去覺得自律是一件很值得稱讚的事 但是我覺得這是應該做的 那其實這也是我從國小看到英軍學長在球場上跟球場下表現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一個非常值得學習的榜樣 那教練這次有復讀你什麼樣的任務嗎 在這次球隊中 可能因為現在在控球後衛上面 因為傷病的問題 比較困擾著球隊 所以可能我們比較偏向一二號的球員 就要去分擔這個角色 其實就是希望能用這次的杯賽 也是強度非常高的杯賽 能夠去讓大家的磨合更加的順暢 然後全力備戰的亞運 然後能夠在亞運拿出更好的表現更好的成績 歡迎Duncan Robinson 還有我們的微風女神童凱琳凱琳凱琳 嗨 凱琳今天看起來小鳥藝人 Duncan 哈囉 我們先訪問你 請說嗨 給我們所有的媒體朋友 大家在等待見你 大家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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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歡迎 謝謝 謝謝 很高興 我們非常高興 這裡 Duncan 我請問妳最喜歡做的事情 我們最喜歡做的事情 除了微風之夜之外 歡迎 請問大方 一定會發生所有食物 超級 Corinth 我聽到有些有趣的東西 有些地方的餐廳 一定會去看夜市 所以我們一定會去看 OK 所以她很期待 在這次台灣可以分享 很多很多的美食能夠品嘗到 而且在微風南山 有很多的美食 在我們的街邊 像是很多的小吃 就是我們台灣的夜市 所以大家這幾天去夜市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有個特別高的 就可以找到它 那凱琳這一次 除了是我們微風南山的封面女